以為是副總統下鄉Long Stay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輔選蔡培會走進民宅 跟在地青年話家常 轉個身宮廟駐講演Non-Stop 但說起另一個年輕人 可讓賴主席一肚子氣 鎖定選戰對手前縣長林明珍 為兒子私設黑官的議題猛打 賴清德二二八四天連假 就有三天進駐南投全力助選 把補選直接拉到總統級規格 只攀為黨打下九合一以來 第一場勝仗 蔡培會 党主席領軍全黨舊一人 綠尾羅智政南下竹山竹戶掃街 立願好朋友蔡毅瑜林楚英 也都南下來當蔡培會分身 南投市區車嫂能拉一票是一票 蔡宏泰立委都是最優秀的 立法院的我們的立委 另一頭國民黨老將 蔡宏泰立委王宏威謝一鳳 同樣前進南投站臺林明珍 南投的餐廳裡面 買不到蛋炒飯 買不到茶葉蛋 我想請問這個政策 是不是出了問題 我們趕快送林明珍進去立法院 讓我們南投吃得到香腸 也吃得到茶葉蛋 我們的委員來幫我站 還是幫我加分的 所以民進黨就是喜歡打口水戰 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南投補選黃金州 藍綠各自打出戰友牌 總統牌就等3月4號先排會是 誰負誰勝 靜新聞劉維廷邱秉議區論壇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不會 湯